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赵丽颖穿纱裙太惊艳,妆容妩媚秀出性感锁骨。 鞋尖的设计是时尚圈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,它大概是所有漏肩设计中最友好的款式了吧。 相比抹胸,一字肩和吊带,它对身材的包容度极高。 简单的鞋尖连衣裙只是将一边的手臂,箱尖和锁骨露出来,虽然漏肤的面积很小,但是已经足够养眼了。 鞋尖的设计不仅性感还可以转移视觉重心,修饰身材曲线,并且也不会过分暴露,性感又十分的优雅得体。 巧妙的设计往往能给穿着者带来更多的魅力,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能够彰显出个人特色的衣服来进行搭配,这样才能够展露出个人的魅力。 赵丽颖穿绿色鞋尖裙太惊艳了,绿色沙沙脱地长裙,鞋尖设计,绣出相间和迷人的锁骨。 长发披肩,五官清秀,眉眼如画,把女人的魅力诠释得淋漓尽致,如今的赵丽颖真是越来越有气质了,变得成熟又魅力了。 鞋尖连衣裙也建议选择长裙的款式,那么不妨利用青纱材质来提升长裙整体的清纯感吧。 绿色和青纱相结合,不仅十分清纯,又会让女性的减灵感变得更加明显。 绿色整体的色调给人一种非常清新和柔美的感觉不仅十分的衬肤色,而且还散发着些许高雅和大气的魅力,薄纱给人一种仙气十足的感觉,整个裙摆结合了这种网纱元素,给人一种轻盈和时尚的活力感。 这件连衣裙最显著的特点,就是气质十足的不对称衣肩设计,张显一。 这件连衣裙最显著的特点,就是气质十足的不对称衣肩设计,张显一丝个性的同时又很优雅气质。 特别是斜肩裁剪露出肩部,整个造型瞬间时尚十足,非常有女人味。 而且将赵丽颖的颈部和肩部线条,完美地展现了出来,惹人眼又不低俗。 这种穿衣方式,还可以将清时尚女性的小时尚演绎到极致,显得十分甜美。 巧妙的裸露肌肤,会让个人魅力更强,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去营造这种氛围,可以直接选择这种设计感十足的裙装,可以在肩部叠加开插的裁剪,如此一来,就会让自己成为人群中闪亮的焦点。 露肩是一个很有心机的设计,尤其是针对上半身身材苗条的姐妹来说,这种鞋尖连衣裙也是十分值得借鉴和关注的,通过鞋尖的设计来修饰你的头肩笔,而且结合这种鞋尖的设计还能够修饰颈部曲线,达到显瘦的目的。 看照丽颖的妆容精致唯美,与衣服风格特别搭配,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像小星星一闪闪亮亮,大红色的口红让她看起来气色不错,整体显得更有气质,仙气泛而十足。 无论是妆容还是气质都有了新的飞跃。 一条好看的裙装如果想要在人群中更加突出的话,那么裁剪是格外重要的,唯有这样才能让你的造型拥有更加超人的表现力。 独特的裁剪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整体的时尚感,另一方面还能让你的造型不那么的单调,所以选择裙装可以挑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裁剪。 鞋尖裙裙会显露出单侧肩膀,鞋尖设计展现出左右不对称的设计效果,让肩膀一侧被遮挡住,另一侧被暴露出来,所以骨形特点是能够清晰直观呈现出来的。 单侧遮挡能够缩短肩膀的视觉宽度,让身材看起来更精致。 很有设计感的鞋尖设计,既不会显得沉闷还能提升服装的造型与时髦度。 在重要的场合中,怎么能少得了红色的裙子? 虽然很多人都比较讨厌红裙,觉得他在穿搭上比较俗气,但不得不说,红裙真的是很精致的存在,穿起来也很吸睛。 相对于其他的色彩来说,红色也具备强烈的吸睛度,所以不管是红色服装还是红色裙子,都能带来吸睛度,也很吸引人。 赵丽颖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穿一件红色的鞋尖裙子,不仅显出女人味,穿着上也很精致。 红色连衣裙可以根据材质进行挑选,不同材质的小红裙当然会让女性的形象变得不一样,有的女性想要让自己的形象更加优美纯洁,就会利用青纱材质的小红裙来搭配自己了。 红色的青纱裙能够让女性更显灵动气质,虽然是亮丽的大红色,但也会让自己看起来轻盈又飘逸。 红色是一个很大气的颜色,在选择晚礼服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它,它只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,收获满满的回头绿。 红色落地青纱裙搭配微卷发型,长发披肩,露出精致的锁骨,在人群中就是最亮眼的一抹存在。 虽然是拖地的裙摆,但是裙摆的剪裁没有过分夸张。 利用了小小的拖地剪裁,勾勒出更加浪漫飘逸的美感。 这种简约又浪漫的风格,穿起来也非常的轻柔温和。 纱裙的质地是很独特的,有些是透明的,也有些不是透明的,不过无论是否通透,都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比较柔美温和的效果。 女人想要变温柔多穿穿纱裙,尽显优雅女人为,腰部的收腰的设计完美地勾勒出赵丽颖的身材曲线,将她的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,裙摆的长度拖地了,视觉上拉长了双腿的长度,营造出大长腿的感觉,十分显高。 纱裙的面料看起来十分轻盈,减弱了红色带来的厚重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